每一天修圣殿法 前面我跟诸位说过祖师大德的方法 圣殿法 好像是99年 我住在新加坡 跟伊斯兰教往来很密切 我看到伊斯兰教 每一天五次礼拜 你看穆斯林 工作再忙 礼拜的时间一到 他一定放下 他就做礼拜 礼拜的时间不长五分钟 他一天都不去 从早到晚五次礼拜 在现在世界所有宗教里头 可以说是 穆斯林是最坦坚的 穆斯林一般讲 比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要虔诚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每一天五次礼拜 他也躺不去 这个力量太大了 就是古人所说的 一门深处 常识时日宣秀 这非常有道理 我从这里带了一件启发 我们念佛 有很多工作非常繁忙的人 我们能够定一个过程 让他时间很短 一两分钟 时间很短 次数比多一点 所以我就想到 每一天九次念佛 九次呢 每一次就是十句佛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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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十句 这时间不长 两分钟 早晨起来 念一次 晚上睡觉之前 念一次 这两次 三餐饭 我们吃饭的时候 一般念供养粥 我们念十句佛号 念完了再吃饭 念十句佛号 三次 就五次了 我们工作 上班之前 念十句 开始工作 工作完毕之后 下班的时候 收拾好了 念十句 再下班 上午 上班 下班 下午 上班 下班 一共九次 只要两分钟 一天 果然 九次都不去 会很有效果 我提出这个方法 那个时候 我常住在美国 我在美国 加拿大 在东南亚 一带 劝到大家 很多人用这个方法 告诉我 很有所用 因为现在人工作繁忙 没有长时间的 就休息 这种两三分钟 对他们是最理想的 最容易的 而且很容易 一机 早晚 三餐 工作 符合 经上所说的 这个 静年相机 大师之菩萨教过我的原则 都是六根 经年相机 都是六根 两三分钟 容易 时间长了 不容易 忘念就生起来 两分钟当中 不期忘念 可以做得到 所以符合 大师之菩萨 所说的标准 这是 帮助满意 好